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从你的感官上也好 还是从你的参与娱乐的方式也好 而且这里面很多孩子 你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放松 想怎么玩怎么玩 小时候幻想过自己是个英雄 就我希望我具备有很多超能力 但是在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时间 你都会希望自己有不同的超能力 我挺喜欢钢铁侠的 专注吧 我觉得他比较打动我的是专注 虽然钢铁侠平时在穿上衣服之前 他可能会坐在演讲台上吃着汉堡 就很随意 但是当他在实验室里钻研的东西的那种专注吧 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一点 超级英雄男友 当得了逗逼 同时又做得了男神 在不同的时间 给予对方想需要的一个状态吧 要了解对方 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该暖心的时候 该体贴的时候是要体贴的 然后该霸道总裁的时候 还是要霸道总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